他曾是全世界人中最高的一个 现在却成为了世界上第二高的人 他甚至比姚明还要高出10厘米 而且他还曾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1951年 鲍喜顺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刚出生的时候 鲍喜顺与普通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鲍喜顺家里条件不好 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 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鲍喜顺连小学都没有读完 就被迫辍学回家 帮助大人一起务农了 到了青春期 鲍喜顺的饭量越来越大 每餐大约要吃掉一斤的饭 贫困的家庭 哪能消耗得起这么多粮食 鲍喜顺基本处于常年吃不饱的状态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鲍喜顺的身体却依然疯狂地生长着 15岁的时候 鲍喜顺就已经长成了1.89米的大高个 有一次鲍喜顺干活回家时 手里还拿着一把铁锹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把大铁锹十分显眼 但在鲍喜顺手里 铁锹却像是一个勺子似的 家里人看了都十分惊讶 到了20岁的时候 鲍喜顺的身高更是突破了2米大关 这种身高一走出去 就惊得人合不拢嘴 乌漏偏逢连夜雨 因为家庭困难 鲍喜顺要不停地接活干 有时候没有条件 还得直接睡在外面的地上 这导致鲍喜顺患上了风湿关节 经常疼痛不已 看病要花很多钱 家里一时都拿不出来钱 无奈之下 家人只好把家中的一只羊仔了 拿出去换钱给鲍喜顺治病 走在沈阳的大街上 鲍喜顺的大高个 一下就吸引了一位 军区篮球教练的注意 这个教练不仅资助鲍喜顺看病 还把鲍喜顺留在了军区篮球队里 得到这个机会的鲍喜顺十分努力 但天不遂人愿鲍喜顺是努力不错 但他的身高是优势 也是劣势 虽然身材高的人适合打篮球 但万事都有个度 在这方面身高也得有个合适的度 鲍喜顺因为身高实在太高 整个身躯反而笨重不好使欢 影响了他的行动力与敏捷度 最终鲍喜顺只能无奈退出篮球队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老家的鲍喜顺十分落寞 家人看了很是心疼 母亲就想着帮鲍喜顺找个对象 张罗下儿子的婚事 也好让孩子能过好未来的人生 但因为身高问题 家人给介绍的对象都没能谈成 这让鲍喜顺更加的自卑了 身高问题仿佛成了压在他身上的大衫 让他抬不起头来 经过好几次的失败相亲 鲍喜顺连门都不敢出来 经常自己一个人在草原上 抬头看着蓝天白云发呆 鲍喜顺本来以为日子这样过去也就行了 但在这个时候 他的母亲却由于常年操劳过度病倒了 母亲缠绵病榻一段时间后 就带着遗憾离世了 他没能看到鲍喜顺成家立业 只是在临终前握着几双亲手缝制的鞋垫 让儿子省着点穿 提起巨人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姚明等一众巨星 而在其他地方巨人也不止一个 其中2米36的巨人鲍喜顺 却有着不一样的人生 大概母亲也是担忧鲍喜顺未来 找到能对他好的媳妇了 才有这样的定主吧 这一打击让鲍喜顺更加崩溃了 至此他决定以后一辈子就在草原上度过余生 希望总在不经意间到来 2004年一个企业家找上了鲍喜顺 希望能够邀请这位巨人 来到自己新开的店面担任宣传大使 企业家承诺 鲍喜顺只需要做简单的迎宾工作就行 做十天就会给鲍喜顺一大笔报酬 起初鲍喜顺的家人都担心这个企业家的动机不纯 劝他不要轻易相信对方 但是这个企业家展现出了十分真诚的态度 其多次前来找鲍喜顺 每次都带着礼物诚恳地邀请鲍喜顺加入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鲍喜顺逐渐被企业家的诚意所打动 或许他也开始渴望看看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于是鲍喜顺接受了企业家的邀请 成为了新店面的宣传大使 迎宾宣传工作一共做了十天 鲍喜顺穿上老板特意为他定制的衣服 站在店铺门口吸引顾客 顾客们对这个大高个十分友好 争相与他合影 大家的亲切与善意 让鲍喜顺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也让他感觉到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工作结束后 鲍喜顺对这段经历充满了不舍之情 回到老家后的鲍喜顺忍不住给老板打电话询问 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看来鲍喜顺这次是真的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希望 老板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给了鲍喜顺新的机会 不仅让鲍喜顺在自己的公司里担任形象大使 还为他租了一间房子 方便在市里生活 后来激情投入到工作中的鲍喜顺 更是吸引了北方新报记者的目光 新报记者为鲍喜顺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这一下鲍喜顺可以说是彻底出名了 出名后 当地的医院决定为鲍喜顺做一次全身检查 以帮助鲍喜顺了解自己的健康问题 检查结果证明鲍喜顺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完全是因为自然生长才达到这个身高的 这个消息让鲍喜顺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不再给自己套上怪物的枷锁 新报记者再次伸出援手 帮助鲍喜顺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喜庆的气氛中 鲍喜顺手捧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荣誉证书 笑得十分开心 人变得自信开朗后 鲍喜顺的爱情缘分也悄悄到来了 在一次救助海豚的行动中 一位名叫夏淑娟的汉族女孩 被眼前这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所吸引 夏淑娟身高1.68米 站在鲍喜顺身前就会显得娇小无比 而且夏淑娟年龄比鲍喜顺小很多 这就让她的家人十分不理解女儿的这段感情 2米36巨人迎娶1米68妻子 而且还不听医生劝告执意生下儿子 那么这个巨人有着怎样的经历 如今她的生活如何呢 夏淑娟的母亲当时极力反对女儿 与这样一个特殊的大高个男人交往 尤其是考虑到她的年龄还比较大 母亲担心女儿的未来无法过得幸福 但夏淑娟坚定地对母亲说 自己就是喜欢抱喜顺 和她在一起感觉很安稳踏实 最终夏淑娟的家人 拗不过女儿 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 两人终于冲破了重重阻碍 走到了一起 2007年 抱喜顺夏淑娟两人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第二年 两人爱情的结晶就悄然孕育了 这一年 抱喜顺已经57岁了 老来得子的她激动无比 然而医生的一席话 却让她的心从天堂坠入地狱 原来医生担心 遗传会导致孩子发生基因错误 无法正常地成长 毕竟抱喜顺的家人 都没有这么高的 如果抱喜顺的身高 是基因的突变作用造成的 在她身上可能是隐性的 到了孩子身上 就可能是显性的 因此 医生并不建议抱喜顺生育后代 以免发生悲剧 这个意外的消息 让抱喜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她一直梦想着 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但现在这个梦想 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思虑再三后 抱喜顺和妻子都舍不得放弃 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他们决定勇敢地面对困难 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两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上在母体中的孩子 直到他出生 孩子终于降生了 抱喜顺为这个漂亮的男孩子 取名抱天佑 这个名字寄托了 他对孩子的祝福和希望 因为是巨人抱喜顺的孩子 小天佑一出生 就受到了多方的关注 经过医院的检查 小天佑身体健康 并没有什么致命的遗传病 夫妻俩悬着的一颗心 这才放了下来 天佑一出生 就被父母和各位长辈 深深地疼赖着 有了孩子之后的抱喜顺 做事更加柔软 儿子满月时 抱喜顺把小小的孩子 放在自己大大的手掌中 大手就像个摇篮 哄孩子睡觉 有奇笑 抱喜顺刚有孩子的时候 每天都在和妻子念叨 以后要如何培养孩子 一会说要让孩子打篮球 一会又说 让孩子以后做其他工作 一段时间后 抱喜顺终于冷静下来 他温柔地和妻子说道 孩子以后长大了 自己想做什么工作都行 只要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我就知足了 妻子在旁边开玩笑 说孩子以后做什么都行 但是要多读书 别像你一样 没文化就可以 夫妻俩都完嘴后 十分有默契地相识一笑 如今抱喜顺已经年过骨膝 儿子也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当初虽然没有听医生的劝告 执意生下孩子 承担了很多的风险 但好在上天 庇佑一家人 现在的生活幸福美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抱喜顺夫妻俩的选择 就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的家庭 和美好的未来 回顾过去 抱喜顺夫妻俩 对自己的选择 感到无比庆幸和满足 这个曾经获得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中国一号牧民 前半生充满了坎坷与落寞 但他没有放弃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抱喜顺用自己的努力 和坚持为后半生的成功 铺就了道路 再次向我们证明了 就很可能会等到 胡锦干来的那一天